女孩受尽欺负,和镜子中的自己互换身份,化身为复仇女王。 大家好,这里是老街森鱼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《镜中人》。 18岁玛丽亚是一个自卑内向的女孩,没有社交生活,没有信心,时常受到同学的欺负。 唯一的朋友就是莉莉,母亲希望玛丽亚能够走出自己的壳,建议她参加寒假舞会。 可玛丽亚却非常抗拒,父亲是一个整容医生,对玛丽亚非常严苛,夫妻俩因为观念不同,总是因为玛丽亚的事情争吵。 晚上她洗澡时候,看到镜子中有人正看着她,擦掉水雾后,竟发现那人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,她被吓了一跳。 第二天她本想将这件事情告诉父亲,可父亲看到她苍白的脸,将她批评教育了一番,要求她回房间化好妆再去学校。 晚上她因为失眠睡不着觉,听到一个声音不停地呼唤着她的名字,循着声音来到了卫生间,镜子中出现了那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女孩。 她询问她是谁,她说她叫艾兰,是最懂玛丽亚的人,知道她喜欢谁,憎恨谁,可以带走玛丽亚的悲伤。 第二天一早,玛丽亚就元气满满地出现在餐桌上,认识艾兰后,她似乎变得有了勇气,决定去参加舞会。 父母听到后既惊讶又惊喜,母亲时常被噩梦缠绕,经常梦到生产时的痛苦和恐怖的往事。 生产的时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,但她们很不幸的是畸形儿。 于是父亲将其中一个婴儿遗弃在雪地,而玛丽亚经过多次整容已经和常人无异。 在同学们眼中,她就是一个整容怪胎,这也是玛丽亚性格自卑的原因。 玛丽亚的18岁生日要到了,父亲决定送给玛丽亚一份礼物,她以为自己会收到一辆车,满心欢喜地来到父亲的医院。 而父亲却把她当成一个顾客,用标尺量着她的脸,说着下次整容的建议,这让她非常伤心,在医院她还意外发现了父亲的情人。 好友莉莉约玛丽亚去溜冰,却将不会溜冰的她一个人扔在冰面上。 晚上回到家,玛丽亚向艾兰倾诉,艾兰让她清醒清醒,莉莉从来都不是她的朋友,从小到大都以欺负她为乐,她不想相信,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。 舞会这天,玛丽亚鼓着勇气出现了,这次舞会是在溜冰场举行的,不会溜冰的她小心翼翼地踩在冰面上。 莉莉的男朋友过来拉住她的手,带她来到了舞会中央,两人在冰面上紧紧地抱在了一起,这时她看到了莉莉,由于害怕她一下子摔倒了,旁边的男同学向她伸出手,她刚拉上男生的手,男生就拽着她在冰面上拖行。 所有人包括莉莉都在一旁看笑话,没有一个人帮助她,这也让她彻底看清了莉莉,她哭着回到家找艾兰,经文之后两人互换了身份,艾兰代替玛丽亚开始了她的复仇。 来到学校,艾兰找到昨晚羞辱自己的男生,将她引入浴室一顿暴打,然后将妈妈和爸爸的情人同时约到了办公室,让妈妈看清爸爸的嘴脸。 为了报复莉莉,她请求莉莉教她溜冰,害她不小心跌倒,一头撞死满路牙子上,还假装成意外报了警,然后假计安慰莉莉的男友肖恩不断地引诱她,最终和肖恩为爱鼓掌。 两个人开始一段没凶没臊的情侣生活,但只终究抱不住火,这天她刚来到学校就看到了警察,因为害怕,她带着肖恩旷课,可警察打电话找到肖恩了解情况。 肖恩要求艾兰一起回学校配合警察调查,可艾兰非常抗拒,这让肖恩对莉莉的死起了疑心。 艾兰害怕事情败露,杀死了肖恩,然后她来到了爸爸的医院,在爸爸面前脱光了衣服,不停地问爸爸自己漂亮吗? 质问爸爸,如果自己是激情,你还会爱我吗? 爸爸听到后非常震惊,为了让她赶紧穿上衣服,她敷衍地回答会的,然后艾兰拿起手术刀搁在了爸爸的脖子上,杀死了爸爸。 她看着镜子呼唤玛利亚,可玛利亚再也没有出现,然后她光着脚回到家,躺在妈妈的旁边。 而在天花板上的镜子中,玛利亚和艾兰都躺在了妈妈的怀里,影片结束。 有人说镜子中的艾兰是死去双胞胎的鬼魂,也有人说艾兰是玛利亚的第二人格。 原芳,你怎么看?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。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